我们来看一下年月日,如果要改民国 不过特别注意哦,如果你的电脑假如说是苹果电脑 那或者是说你的环境不是繁体中文的话 那也没有民国年,这一点可能要特别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用的是Mac,那当然就没有 那首先的话呢,怎么格式化它? 第一个的话,我们把它Ctrl-日假,恢复成原来的这个格式 那如果要把它格式化成那个民国年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按右键,滑鼠右键,然后出称格式 那第一个的话,你可以看到格式里面有没有中华民国利 这边有,中华民国利 那有没有跟我们要的那个格式长得很,有没有一模一样 好像没有,不过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把它先找一个比较接近的 OK,那特别注意哦,如果以后有哪些格式你需要,但是却没有出现的话 那其实一般习惯会这样,先找一个接近的 之后的话呢有个诀窍,你可以切到制定 先找这个 这个可能还有不OK,就是说它斜线要改成点 然后它那个一码要改成两码,后面加 再加上周期 那其实可以改这三个地方,怎么改哦 先找一个接近的,制定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那我们就是 首先的话把斜线改成点 斜线改成很简单嘛,你就直接在制定这边可以修改 你把斜线delete掉,改成点,好,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如果个位数要补两码的话很简单 m的话就变mm就可以了 d的话就dd就可以了 好,第二个问题解决 第三个问题的话呢 如果要补上周期的话,记得先加个刮弧 然后呢,请你在这个刮弧里面输入三个a 第1个a,第2个a,第3个a 周期就出来 那如果你要星期几的话,再补一个a 星期几,我们要周期啦,所以我们两个 OK,按确定 好,这样的话就出现我们要的结果 可是我同学说,老师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 周期的话会是三个a 其实我主要是这样,你按滑鼠右键出存格式 假如说你要周期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到日期里面找一下cd 然后周期的话这边会出现 那有的时候如果你假设不知道说这个 它背后的公式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你就制定一下 以后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中刮弧后面跟分号前面 刚好就三个a,把这三个a呢 拿来放在你要的格式 的公式上面就可以了 OK,这个是一个简单据,所以以后 如果没有某一些格式 那其实你是可以把 某些的 这个格式 先找到之后再把它拼凑在一起 这是一招,我觉得还蛮常遇到的 OK 那第2个的话呢,如果说我今天 有个需求 我希望能够把年 月日 跟周期 把资料 分开来 那其实一般工作里面最常遇到就是 我如果我只需要 年月日 日期里面的某一部分资料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当然有两个方法去思考 以后如果说呢 你要把年 抓出来 然后月抓出来 日 跟周 后星期 OK 基本上的话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的话你可以用 插入函数里面的日期时间函数 日期时间 那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用year 跟month 跟day year,month,day 取什么 取上面 的资料 OK 那首先的话 我把这个资料给他 他会出现什么 2021 那如果他民国年的话 你就减掉什么 1911就可以了 OK 但是呢 你减完之后 你会发现 他 返还给我们的是 一个日期 这个就很简单 按右键 出称格式 再改回通用就可以 因为有时候他会误判 会以为说呢 你这个资料呢 是一个日期 OK 尤其是那个日期 在做加减的时候 那月的话呢 就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month 找到month 找到这一个 然后按确定 那就出现了 日的话呢 他就一样 这边一个day 然后把这个 日期给他 他就day过来 那周期的话呢 很顾名的事情嘛 这边有个叫weekday weekday OK 然后把日期给他 按确定 不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回来的话 会是2 为什么2呢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是美国人设计的 一个礼拜的第二天 那就星期一啦 当然如果你要 把它格式化成 我们看得懂的 这个时候的话 你也只能用里面的格式 像我们刚刚西历里面的什么 周几 或星期几 他就过了 星期一 OK 那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方法一是用year month day 跟weekday 之外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这一串 当成是一个文字 去切割他 那不是 比如说110好了 但问题来 如果你今天110 他假设用文字来看待的话 他会是 左边算过来的三个字 他用left 不过这个问题的话 前面也要讲过啦 这个资料给他 三个字 他过来变成四字 不对啊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里面 是一串数字 所以如果我假设我今天呢 希望取得前面的资料的话 第一件事一定要记得 用一个所谓的test函数 但问题插入函数test 他会跟我们要两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 就这个啦 第二个是formate test 可是formate test在哪里呢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就很简单 按滑鼠右键 储存和格式 制定里面的这一串喔 你就把它复制起来 请你把这个复制的东西 贴到formate test 就OK了 不管什么啦 你现在不用知道里面是什么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插完数 然后在文字里面找到test 然后formate test先贴好了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先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那value的话是这个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真的帮我把这个转换成 一串的文字 那我们在这个文字里面 外面包一个labs 前刮符 前刮符 然后后面豆点3 Enter 这个时候110就过来 不过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110是靠左对齐 意思就是说 这个110是个文字 OK 然后08 我要抓08的话 那就是 可以把刚刚那个公式 直接怎么样 把这公式 直接拿来改算 复制一下 或者是说 你可以 拿test 到豆点 豆点3的 这一块 复制一下 然后我直接 把这一串 放在mid里面 文字里面的mid 因为我们是中间 不能用labs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用mid 然后呢 文字 就是把它贴上 就这一串 就是刚刚那个test里面的公式 然后呢 我08是在第几个字呢 第4第5第5个字 取两个字 08就有了 这个的话呢 02 02的话呢 其实就差两个位置 所以把这个复制 然后取消一下 贴到这边来 直接拿来改算 05 06 07 08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8 也是两个字 然后星期几的话呢 08 09 10 11 所以呢 一样怎么 把这个改一下 直接贴过来之后 改成11 也是取两个字 周几就有了 OK 所以喔 这边有两个方法 不外 不然的话就是用什么 year month day 加一个weekday 要不然的话就是用什么 test 加上lept 这两个方法其实都行得通啦 只是说看 实际上遇到的状况而定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那请各位试试看喔 那请各位试试看喔 那底下有一个是 这个应该是2021年的 倒数 已经过了 再来就 假设20 再来就20 2024的 2024的 奥运 那如果是2024假如说 如果啦 是7月1号 那跟今天比的话 剩下几天倒数计时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那其实呢 喔 这个如果说要算日期啊 其实我刚刚讲过 日期本身呢 基本上 它里面储存的就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就是跟1900年月要相差几天 所以其实一天就加1啦 所以这个还蛮好算的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直接把这个地方加个等号 这一天 直接减掉 上面的today就可以了 因为 它里面呢 其实就是数字 数字减数字 那就天嘛 所以其实 以后要计算那个日期里面的天减天 是最简单的 最难的是month跟year 为什么 因为月 有2829331 那年的话还有365366 有论年的问题 一减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倒数天数的话 1064天 所以如果说那个 下一届 假如说要求好表现的话 也随便可以及早准备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话用year month day跟week day 另外的话 这边有laps 用test 然后mid 跟用test 再来的话就是 假设 2024的奥运 是7月1号的话 那跟今天比的话 倒数计时相差几天 然后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售认 不容计